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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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 我是陳平 那我們就開始囉 今天來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如何使用MV在Solidity的Dev開發 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陳平 然後我大概從16年開始接觸以太坊 所以做了有點久 然後現在是Paylist的Founder 這是一個區塊鏈的公司 然後我們有做了一個DeFi的產品 叫Haka Finance 然後我最近有新的工作 就是開一間手搖飲料店 所以這裡有一整頁的無情的業配 這間飲料店叫蝦子 它開在大安捷運站 如果你喜歡喝好喝的飲料的話可以去找它 然後最近好像有上外送了 絕對不會忘記 因為沒有看過飲料店叫蝦子 好 回到主題 今天大概講幾件事情 首先還是簡單幫大家介紹一下 MV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會稍微聊一下 常見的MV它是怎麼產生的 又是怎麼被收割的 中間我們會介紹Flashbot 它是一個目前 一個比較 算是開圓透明的提取MV的平台 我們另外會聊到說 在它的架構之上 我們要怎麼去反過來設計一個 可以主動給礦工錢來創造MV的一個Pattern 然後最後我們會講一些就是 DAB提供MV的例子 那也幫大家可能發想一下 如果今天換你設計DAB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利用區塊鏈 有MV這樣的一個特性來改善 或者講提升你的這個 Smart Contracts的可用性 那什麼是MV呢 它本來被叫做 MinorExpredibleValue 就是礦工可提取的價值 對 但這名字不太好 第一個原因是 它很像把使用者跟礦工 放到了兩個極端對立的兩邊 就很像礦工就是壞人 它在跟User搶錢 雖然實際上也沒有差很遠啦 對 但就是它的那個角色對立太強了 對 就是一邊是壞礦工 一邊是可憐的使用者 對 所以後來被證明叫做 Maximal Assertable Value 就是最大可提取價值 就是它淡化了這個 提取的人是誰這件事情 他說可能不是礦工啊 可能是套利的人啊 可能是一些hacker啊 或whatever的人 對 就是提取的人不知道是誰 但有人受害了 對 所以改叫這個名字 對 那 簡單來說是 礦工或者驗證者 或者有能力提前知道交易規則 並且透過這個打包或移除 或者排序交易 並且可以從中榨取利益的人 對 那他們得到了這個利益 我們就會把它叫做MEV 那 所以廣義的MEV裡面 也會包含普通的這個礦工費 所以實際上 這個東西會被討論是因為 以太坊上面的很多活動 它都是跟鏈本身 不是非常的相關的 就是比起比較傳統的 像比特幣這樣的區塊鏈 你基本上只能送幣 所以大家不會覺得說送幣 有什麼好提取的價值 對 但是在以太坊上有很多的 這個Smart Contract 然後有 有DeFi 有NFT這些應用 那這些應用的順序 其實就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常見的MEV 通常就會分成一種是Found Running 對 那這裡面包含了很多子類 然後第二個可能是 所謂的三米字攻擊 就是Sandwich Attack 對 那 區塊鏈上大概有哪一些 可以透過交易排序 而直接得到的利益呢 首先就是 那些只要發了交易 就可以賺錢的機會 比方說 鏈上的搬鑽套利 你可能有兩個 去中其化交易所上面的 以太幣對美元的報價不一樣 你就可以低買高賣 那這個東西在區塊鏈上 因為交易總是原子性的嘛 所以 它某種程度上 可以說是一個無本生意 就任何人戳下去就是會賺錢 對 那 在過往這樣的機會 是發現的人可以得到的 可是在現在這個已經高度競爭的環境是 你有可能發現了一個套利的機會 送了交易 可是別人可以 在你的交易上鏈打包之前 去 模擬這筆交易 它可以Dry Run嘛 然後它會知道 這是一筆有利可圖的交易 而且沒有成本 這個 這個時候 就會有人 Maybe是出比較高的Gas Price 去搶先你執行這個交易 或者它根本就是礦工 它直接 不管你的交易去包一筆一樣的 對 所以包括剛剛講的鏈上半專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是 借貸協議的清算 就如果有人它的那個 槓桿開太大了 然後已經達到清算線 那通常 像Compound或Ave這種Landing protocol 它都會給清算的人一定的 一定的這個百分比的獎勵 可能是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幾之類的 對 那 這基本上也是一個很接近無本的生意 就是你可以在同一筆交易裡面去 可能幫他把美元還掉 拿出他的ETH 然後再直接到DAX上面去賣回美元 那這一樣是一個就是 Atomic的過程 你沒有風險 那 所以一樣 這種交易只要被找到了 就會被 也就是被礦工 或者願意出高價給礦工的人 給整晚捧走 然後第三個可能比較沒有那麼直觀的 就是 所有會需要搶先 搶限量的 包括早先時候的這個ICO IDO 然後還有去年比較紅的NFT 大家去搶那種超限量的什麼 什麼 周杰倫的熊啊 還是什麼殭屍啊 雖然現在都疊爛了 但當初畢竟就一直漲嘛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我只要有辦法搶在前一萬個去戳合約 你就可以得到一隻 一隻殭屍或熊或猴子 那你也很知道說 這個東西在市場上就是會 有人出更高價來買它 所以你只要有辦法搶在前一萬個去把它給命出來 你就會發財 對 那這比起前兩個當然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顯然 就是 你不保證一定會賺錢 你有可能NFT命下去之後 它就直接暴跌 現場賠錢 也是有可能 對 但反正在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 日本的NFT 是你只要搶到 絕對是 超高機率會賺的 所以這也是MEB常發生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很多在搶的人 出超級高的GAS 在BIT 因為你就是得要在 開放買NFT的那個區塊裡面擠進去 晚了就搶不到了 對 那這幾種就比較統稱為 就是 鏈上有一個可以被提取的價值 然後我就透過搶跑 也就是Fundrun的方式去獲取它 那第二種 可能更 更對抗性一點的是三明治的攻擊 就是它透過 把一筆無辜的使用者的交易的錢跟後 各夾一筆 惡意的交易來得到利益 那因為這沒有很直觀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 稍微把它展開討論一下 就是 大家如果知道什麼是去中心化交易所 就是什麼Dex 或講Uniswap或SushiSwap的話 你大概知道它是一個演算法報價的 很像自動販賣機的東西 它跟你一般用的交易所裡面需要掛單 然後成交不太一樣 它是會有一個Smart Contract去報價 那裡面會有一定的儲備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的把一種B 換成另一種 你不需要找到某一個特定的人 來當你的交易對手 那它的公式報價大概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 我們突然會把它叫做成績肯定 就是 我放兩個幣在裡面 然後 它 這兩個幣的儲備在 交易前跟交易後的成績是一樣的 所以 這邊 就 假設有一間 銀行裡面有兩種B 那兩種B 各有10顆的話 那我們就要確保它交易前跟交易後的成績 仍然是 等於100 對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從中得到說 就是 假設我要放一些A進去把它叫Delta B 然後拿一些B出來叫Delta Delta A跟Delta B的話 那Delta B就會用這個方式去算 就是它是 Reserve A跟Reserve B還有Delta A的一個函數 對 所以舉例大概像這種感覺 如果 有一隻熊 要把它的狗幣換成美金的話 那它就會 實際上不會拿到一塊錢 而是拿到0.90 循環錢 對 那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 呃 你在交易的過程中 它其實是有點像一個 一個雙曲線 對 所以你價格 如果是買的話就會越買越貴 那賣的話就會越賣越便宜 對 你會想到這很像是這個 呃 很像 機場或銀行在幫你換外幣的那個窗口 對 就是你把一些錢丟進去 它就會把另外一種外幣吐出來 對 可是它的報價是一個 你也不知道它怎麼算 反正它給你價格 你只有 你只有接受跟不交易兩個選擇 對 所以在我們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個銀行 這銀行 這銀行 它交易錢是 10塊錢 10塊錢嘛 交易後變11塊錢跟9.09元 所以它前後的成績都是100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把它稱為它就是一個普通的交易 就我付了一塊錢 然後就會得到0.909元 對 那這個時候如果有 有人搶在這筆交易發送 但是還沒有上鏈確認之前 搶先一步的話 可能就會出現不好的狀況 就是 有一隻壞壞的企鵝 它就搶先放了一塊錢進銀行 所以它會拿到0.9元嘛 那 可是下一步 因為這隻熊的交易已經發了 所以它一樣會被放到區塊鏈上執行 可是它拿到的錢就變少了 因為 前面這筆交易發生之後 狀態已經改變了 就是已經從這個 10塊錢10塊錢變成11跟9.09元了 所以這隻熊丟進來的一塊錢 就會讓 左邊的儲備從11變12 但右邊會變8.13 因為 這個 成績是100 這個成績是100 這個成績仍然必須要是100 可是這隻熊實際上拿到的就只有 0.757元 比起我們剛剛講的0.9元來說 就少了一些 少了0.15元 那 這樣做對企鵝有什麼好處呢 答案是 因為企鵝可以馬上在後面 尾巴再夾一筆交易回去 它可以把它剛剛拿到的 這個0.9的美金再倒回去 得到1.18的狗狗 對 所以在這筆交易裡面 你會發現 契額它其實是近賺的 對它來說 它在前面去搶先交易了 跟它在後面去把它交易到的錢 倒回去了 這 中間的過程中 它是 沒有理由的得到了一些利益 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它近賺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呃 如果前面跟後面兩筆交易都 沒有出現的話 這隻熊本來可以拿到0.9元 可是因為前面出現一隻企鵝 後面企鵝又再把它倒回去 所以 熊賠錢了 但是企鵝賺錢了 對 所以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 攻擊者的獲利其實是 完全來自這個正常交易者的損失 因為 它的交易在 在被區塊鏈收錄之前 有人 在它的前面跟後面各夾了一單 去讓它買的價格變差 但又馬上可以 就是這個 沒有風險的獲利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個東西取名叫 三明治攻擊 就英文叫Sandwich Attack 因為很像是 就這裡有一塊肉被 兩個麵包夾住了 對 那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說 我如果搶先別人交易 其實是有風險的 這跟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套利不太一樣 我如果搶先在這裡 這是企鵝 它現在變麵包了 這個 這個麵包 它 在搶先把一塊錢換成0.9元的時候 後面這個 就是實際的這個 victim沒有出現的話 那它其實是曝險的 因為它必須要先交出這個 一塊錢來換0.9元 所以三明治攻擊通常 比較可能發生在 礦工或跟礦工走得很近的 非常類似的角色上 因為這樣子的套利 並不是沒有風險的 如果中間這個victim它不見了 或者是有人在你的三明治前後 再夾一個三明治的三明治的話 你其實是很有可能會虧錢的 然後這件事也確實發生過 對 所以你唯一可以確保 你做這樣的一個前後包夾的操作 不會失敗 保證會賺錢的原因 只有一個 就是你是礦工 或你可以控制礦工 那所以接下來就要講到Flashbot 它是一個號稱 公平提取MVV的一個新的平台 就是 它本來叫Flashboy 就是一個成年的歷史名詞 就是傳統金融世界裡面 有一天忽然發展出量化交易 高頻交易這種東西 然後 那時候 靠高頻交易 第一個賺到很多錢的那個人 被叫做Flashboy 所以 這裡他們就把它取名叫Flashbot 就是很快的機器人 它本身是一個研究驅動的開放組織 就是 算是這個組織的宗旨也非常的明確 就是 他們是為了讓MVV變得 可以被研究 然後 資訊是透明的 然後 它提取出來的價值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那 這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算是對區塊鏈的貢獻就是 因為Flashbot的那個 這個MVV提取 是直接跟礦工聯繫的 所以 他會 賺多少錢 他願意出價多少給礦工 是 直接包含在交易裡面 就不會像 沒有Flashbot以前的世界是 我跟你都發現一個套利的機會 比方說 有一個人 他該被清算了 那我們就會開始在這個索率費上去做一個 無限上綱的競爭 就發洩一筆好交易 然後 可能出100的GAS 然後你其實也沒有在找 但你看到我這筆交易有利可圖 你就發一筆一樣的 但出200的GAS 然後我就生氣 就出300 然後你就再加碼到400 這是一個 像無意義的戰爭 但在 現在大家還必須要去這個 間接的透過GAS來跟礦工溝通的那個年代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 但在Flashbot出來之後 所有的這些套利交易都會直接被 標上一個提取後付給礦工的價格 然後送到礦工那邊去 所以它就有點 比較像是競標吧 不會有太多 無效的交易已經被簽了 但又上鏈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幫區塊鏈 省去了很多 無意義的空間的開銷 然後再來有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Flashbot現在幾乎已經壟斷 MEV提取的業務了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它那邊去貢獻 那你當然也可以自己賺 可是你自己賺 基本上絕大多數情況也必須要透過 這個Flashbot的Proxy Relay才能做到 對 那它大概佔了現在全網的 可能好像八還九成的算力吧 對 那之後以太坊要合併嘛 它跟ProState那邊的關係 應該只會更好不會更差 對 所以現在 本來有想要競爭的 就是什麼 Archer到還是Ether Network 幾乎全部都下去了 幣價都幾乎快歸零了 就是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就算是一個 開源平台打爆商業平台的 一個有趣的案例 對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說 他做了一個好棒棒的量化基金 可以靠MEV賺錢的話 你就可以跟他說醒醒 就是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的時代了 那 他們的戰績 非常的恐怖 大概成立一年多吧 已經從這種 鏈上套利業務裡面賺到了 這樣是多少 六億美金 嚇死人 對 那當然這裡面其實有 滿大部分都付給礦工啦 他們大概賺裡面的 可能兩三成之類的 對 可是也是一筆不小的錢 對 那 可以看得出來 這東西還在成長 那這也蠻合理的 因為只要 鏈上的交易是有價值的 它的排序可以被炸之 那這個數字就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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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shbox裡面 其實它大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component 第一個是 它有個RPC 就跟我們發交易用那個RPC endpoint一樣 你可以把 你覺得有價值的交易 發過去 那他們當然會 考慮一下要不要收 對 然後 嗯 還有就是bundle 你可以把 N比交易 綑綁在一起送過去 然後前面的是沒有MEV的 但後面那一筆有 它會被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有點像 呃 你讓礦工前面幾筆先幫你做免費的 但你後面再一次付給它一筆大的 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對 然後MEV Giz就是 節點 就是跟挖礦礦工用那個東西一樣 就是Giz嘛 一個節點的始作 那MEV Giz 基本上就是讓Flashbox 提取出來的交易區塊 可以直接被收入的一個工具 對 所以 現在基本上 絕大多數的 以太坊礦尺都有用MEV Giz 就包含你聽過那些很大的 就什麼币安啊 然後什麼 Eastmine啊 對 那 最後還有 MEV Explore 就是 它是一個瀏覽器 可以讓你看到 鏈上正在有哪一些 嗯 可以被踢去 MEV的交易 然後他們被 領了多少錢出來 對 那這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就是把這個過程給透明化 那其他人當然可以去學習 可以去操 但 好處就是你不會出現那種 就是 某人 偷偷發現了一個好賺的方法 然後 默默的發大財 沒有人跟他競爭的狀況 這是一個典型的套利的機會啦 就是 Uniswap跟Suiswap上面 以太幣的價格 出現巨大的落差 所以有一個人 他 5本的 就是閃電帶了 1000個East 然後投到Uniswap換美金 然後再把這些美金投到Suiswap 就變1045個 等於說他沒有成本 因為這1000個以太幣借來的 就變出了45塊錢 那 他的獲利是這個1000跟1045的差 那可是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 他直接付了40個以太幣給礦工 這是 UUpo 人人礦池 一個中國礦池 對 那 所以 對於發現這筆交易 並且送上區塊鏈的人來說 他創造了45塊的獲利 把40分給礦工 自己其實還是可以賺5塊錢 也是蠻不錯的 對 那 這東西其實是一個競爭的結果 就是這樣的一個套利機會 可能是這個人 他先發現了嘛 可是實際上其他人可能也都發現了 但可能那些人在45塊裡面 只願意給礦工 每比25塊 但這人給到40 所以礦工就收了這個交易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裡 他並不是透過Gas Price去給的 他是直接 把錢 轉到礦工的帳號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他只有在交易成立的時候才會付 而不是 我要先墊一筆Gas出去 然後期待交易成功會讓我賺回來 那這件事情怎麼做到 基本上 Solidity 應該講說 EVM裡面本來就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你可以在 執行合約的時候去拿到 現在這個區塊的礦工是誰 那用的方法是 Block.coinbase 對 那 你拿到之後就可以付他錢 那這個東西跟 透過Gas Price來付錢 就會有很類似 但是又不太一樣的效果 類似的點是礦工都會賺到錢 不一樣的是 你在這邊的支付是 在合約內的 他是可以加上條件的 因為你透過交易簽名 願意給礦工的Gas 他是不能反悔的 因為 有效的簽章就是有效的簽章 給出去就是給出去 就算交易失敗或你其實沒套到力 你還是得付錢 對 但在這邊你是可以加上一些條件判斷的 就有一些流程的控制 有點像是一個 付錢版的IFTT 就是 我一定要達到某個條件 我才願意給礦工錢 對 那你這樣就形同是綁架礦工 他只有在交易有利可圖的時候 才會去包你的這個 這個transaction 對 那用code來看的話 大概會長得像這樣 這是Flashbot的一個簡單的設計 就是 呃 在這邊他會付錢吧 那前面有一個檢查 這檢查在下面 他其實是有可能會fail的 就你可以去指定說 我要對某一個 去call他的某一個 call 某一個view function 然後我期待他的回傳值是多少 如果正確的話 交易就會被執行 失敗的話 整個transaction被revert 礦工就拿不到錢 礦工就拿不到錢 所以像 呃 我們前面有提到的這個 NFT mint的例子 我就可以 可以付很低的guest price 在我去命NFT的交易 然後我再回到前面的這個transaction裡面去檢查說 我是不是可以去問這個熊的NFT的合約說 我的balance是多少 如果我有命到的話 理論上這邊的balance會增加嘛 對 所以我可能就會做一個檢查說 呃 如果我有20隻熊 我就給礦工100塊 類似這樣的一個if else的判斷 對 那這樣就會很大程度的去減還我 花了錢但什麼都沒得到的狀況 因為 我有熊跟 礦工拿到我要付給他的100塊 這兩件事情被綁定了 這個是一般的 給guest的交易做不到的 給很高的guest 如果我的交易失敗 失敗的交易還是要付礦工費喔 對 但如果這樣的做法就不用 一旦失敗了我就沒有熊 但我的100塊也不會給礦工 兩件事情就算是被bundle在一起了 對 然後 後來也有幾個蠻有趣的例子發展出來 像是這個零手續費的交易所 不是 零滑價的交易所 然後還有做metatransaction的 對 那像這個archer swap 它就是做 一個 一個算是poc吧 就是 如何在交易所上面去疊 mv 來 避免你在失敗的交易裡面去付到guest 對 因為你在uniswap 或suit swap 後 玩你上面做交易 如果revert 如果fail了 可能因為滑價的關係fail了 你還是要付很高的礦工費出去 但是在這裡的設計就會變成 我只有在交易成功的時候 才付錢給礦工 那礦工就會去算一下發現 交易好像會失敗 他就不包你的交易 你就有點是 綁架的礦工必須要 不去包那些會fail的transaction 對 然後再來這個zenEase 它做metatransaction也蠻有趣的 那這邊會有一個bundle的例子 就是 它其實是發了多筆不用錢 不用手續費 不用guest的交易 但最後一筆會包含mev 那這邊要特別強調最後一筆 是因為 以太坊區塊執行交易的規則是 所有人的交易都必須要 按照nons的順序被執行 所以如果你前面要求礦工免費做事 然後最後給它錢 跟你先發一筆交易給礦工錢 後面再要求礦工免費做事的結果 會不一樣 在這邊直接看例子 就是首先這一筆交易 它會 它是一個token的approve ERC-20的approve 那重點就這裡 就是 它的get是0 所以在這一筆交易裡面 礦工暫時會得到0的收益 這一筆交易是ZK-SYN 就是它把這個stablecoin 除掉Layer2 那get仍然是0 也就是說礦工還是沒有賞到錢 這一筆交易是把貸再approve給另外一個合約 一樣它沒有發生任何可以讓礦工賺錢的交易 但是在最後這一筆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去call了Uniswap 去把這個200美金換成了以太幣 然後又把這個以太幣打給礦工 所以在這裡礦工就收到錢了 那可是同樣這仍然是一個零gas的交易 所以透過這個做法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第一是礦工願意包這四個交易的bundle 因為最後一筆礦工會有錢 然後第二是這四筆交易只會全發生或全不發生 因為如果前面的交易沒有被包的話 那最後這個transaction 因為nons的關係也不會被區塊鏈收入 所以它就實質上的去綁架了礦工 必須要先把前面的這個做義工的部分做完 才能到最後這筆礦工會收到錢的交易 那這邊比較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因為它本來是想要做一個metatransaction 就是做到帳號地址上沒有以太幣也可以用 可是現在這件事情不太可行 因為那個eip159實施之後 你已經不可以這麼做了 你一定要付一些基本的手續費 那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吧 就是你可以去想一下 要怎麼在你的dev裡面去加上mvb 那像剛剛講的就是你可以綁架礦工 不去包有滑架的交易啊 或者是你可以讓礦工來幫你做一些keeper的工作 只要他可以收到gas 那這個會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新的design pattern 差不多是這樣 那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問的問題 應該也是現場問嘛 是嗎 有用slido嗎 沒有 有喔 那我要怎麼做 這個嗎 好 我回答一下好了 礦工收到有利可索的交易 可以自己假裝成一個人發送嗎 這是會的 但這已經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是礦工 我直接用礦工的帳號發交易 或我用我的分身發 其實是等價的 重點只是我把錢賺下來 而且不管是礦工費 或現在的基本費 他誰花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礦工可以吃相很難看的 用自己的帳號直接搶 也可以用自己的分身搶 但反正結果一樣就是會被搶 那礦工可以決定 誰會得到這筆錢 所以會是自己或他的朋友 我要接著回答嗎 可以啊 好啊 Edan輸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 沒有辦法跟Flashbar競爭 Flashbar已經得到了 八九成的礦工算力支援了 然後Edan只有可能個位數 對所以我如果有辦法做這種 MVV的提取 我一定會送到Flashbar而不是送到Edan 對所以在這邊 他的這種商業化的 就是有加代幣的設計反而不可行 現場有人想要提問嗎 沒有 那就分享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好 那謝謝陳平的分享 那我們下一個議程是30分開始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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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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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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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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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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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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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